在全美通膨出现缓卖迹迹象后 美国联准会今天宣布升息两码 放缓了激进升息步调 不如前几次那样一口气升息三码 这是联准会自今年3月以来第7次升息 先前分别在3月及5月升息一码及两码 6月、7月、9月及11月连续4次升息三码 0.75个百分点 而这次再升两码 今年累计升息17码或4.25个百分点 美国劳工部上月曾公布数据显示 全美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7.7% 低于市场预期 且是1月以来最低水准 此外 美国政府本月13日公布数据也显示 全美11月CPI年增长7.1% 低于市场预期 在在理的高速中联合中联合系